AI 請幫我寫一封禮職信 尊敬的老闆 寫著封信是為了正式通知您 我決定持續在這裡的工作 很高興這段日子能夠與您共識 寫得太gay掰了 我想要兇難一點 老闆 我決定持續在這裡的工作 我會完成交接工作 不行 這根本沒辦法反應我在這邊的怒氣啊 來 你再給他一些反向條件 不要太有禮貌 也不要使用逐身 你知道嗎 我受夠了 我要離開你這間破公司 哇 這個鬼靠 我喜歡 要讓AI提升創作效率 你必須更懂於AI寫作的方式 大家好 我是李宇聖 努力在這AI世代中存活的末世無難時 許多人會覺得 AI 雖然寫得快 但常常缺乏情感與人味 這堂 AI 無難寫作課 將透過建構 生成 修正 單個架構 讓你能夠下出複雜而專心的指令 讓AI 幫助你寫出你的專屬風格 在工作職場上 學會用 AI 生產無難以及是必備技能 但你是不是常會覺得 AI 的用字將話語句單一呢 那你需要加入評論觀念 幫助 AI 減少形容值 增加動態感 讓你快速產出第二版本的特色難 提升工作焦慮 早日下班回家 身為文字工作者的你 是不是會覺得 AI 產出的內容過於平庸 沒有你想要的戲劇化張力 或是特殊風格呢 沒問題 讓我告訴你如何創建自己的風格資料庫 與突破創意的方式 也會驚嘆 AI 點名為矛盾大開 充滿奇思妙想 而身為獨立創作者的你 是否總覺得自己一人工作很孤單 靈感又常常卡關呢 透過跟 AI 協作 你可以不用忍受跟人溝通的內耗 你的獲得討論的靈感和滿滿的情緒價值 還會幫你抓錯字呢 你是主 AI 是輔 我們必跟 AI 比賽誰跑得快 應該是能夠駕馭 AI 一起更快到達目的地點 我是李玉勝 讓我和射仙石書一起 帶你運用文化的知識 加上 AI 技術 把你腦袋裡的想法 變成令人驚嘆的作品